市長輕輕的參扶長者走向舞台 送上獎杯 表揚模範夫妻的間諜情深 為了讓社會大眾看見婚姻的深層意義 營造幸福的婚姻生活 台中市政府舉辦牽手同心 推動幸福活動 表揚台中市白金婚與鑽石婚的抗力 今天台中市來表揚 包括白金婚跟鑽石婚的長輩 一方面要感謝他們 能夠照顧家庭 雖然是老夫老妻 恩恩愛愛 在人生的旅途上相互扶持 同時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的社會可以學習這些長輩 因為幸福也是需要經營的 這次活動共表揚了 台中市291對結婚6、70年的夫妻 其中來自北屯區的 剪金湯康麗已經竭離60年 不僅恩愛如喜 對家庭子女的教養 更是重視言傳身教 如今子女各有成就 堪稱最佳夫妻典範 我們已經結婚60年了 就是鑽石婚 我想夫婦又要能夠間諜情深啊 應該是互相尊敬 互相榮忍 互相相愛 也要共同培養相同的興趣才會永久 一輩子 大家兩個要互相尊敬 互相榮忍 不敢做什麼事情啦 大家都要商量啦 有共同的想法 平常呢 好像先生也要照顧太太 太太也要照顧先生 大家要相親相愛 市長也親自於每一位受表揚的 康麗合影留念 現場也準備了各式舞蹈演出 及歌手現場演唱等精彩表演節目 還有可愛的拍貼機為康麗及家屬 留下既難得又趣味的合影 現場幸福的氣氛 也為年輕一輩夫妻 建立最好的婚姻典範 記者楊初環 台中採訪報導